台灣一年也不過才誕生十來萬名寶寶 卻每一年都有一萬件虐童 這難道不可怕嗎 台灣的虐童案件越來越多 2021年有一萬一千五百多件 2022年有一萬一千九百多件 2023年有一萬兩千三百多件 經濟沒有節節高升 虐童案件越來越高 這不是通報數 因為通報增加可能表示 越來越多人發現了或是重複通報 我前面講的數量都是成案數 一年有一萬兩千三百多件是什麼意思 表示平均每一天都有33件虐童案 台灣一年也不過才誕生十來萬名寶寶 卻每一年都有一萬件虐童 這難道不可怕嗎 蔡英文承諾的社會安全網 八年來號稱砸四百多億 到底補破洞補到哪 八年來砸四百多億 唐鳳的術發布好像一年就有兩百多億吧 雖然預算不能直接類比 但總而言之 蔡英文八年花在社會安全網的錢 都不夠唐鳳花兩年 你就知道民進黨有沒有重視社會安全網